你是我不及的梦 第二集 恋爱中的女人 思想起祖先艰辛过台湾 彼时牧船渡污水 海中漂泊心中苦 污水要过好几层 神明保佑祖先来 台湾便做好所在 台湾不知十款样 海水绝身负且黑 为使子孙有前途 遇到台风卷大浪 海底不要做台风 三百年后人人知我知道 真的知道 不要喊 不要叫 不要骚扰自己本已云淡风轻的心情 不要动心 一点也不要为任何事情失足千古 即使是爱情 也不要去想 任何一种爱情 都爱不起了 可是 六月二号的晚上 当我 听见陈达先生的思想起在中华体育馆 那弹唱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 鱼也事的泡沫 泡沫瓦的奔流了出来 为什么 看见自己 在那个舞台上 化为舞者 化为云门 化为船 化为鼓 化为婴儿 化为大地 化为华一下拖出来的那条血部和希望 化为华 哭 哭 鼓掌 吧 还能做什么 也不是在分析 也不是在看基本动作 也不看画面结构 也不想编舞剪裁 也不是服装设计 也不认那一个个舞者是谁又是谁 因为全看见了 又因为全没有看见 因为已经活入望我 一百分钟怎么如同一煞 陈达不是死了吗 渡海扎的是一艘艘纸船 巨石是保力龙做的 林怀民呢 不就是当年那个血缠的少年 最恨在任何场合动不动就唱国歌 和梅花 最讨厌喊什么什么万岁的口号 最受不了天天爱不爱国又爱不爱国 最不肯在口头上讲仁义理智国家民族 因为听够了背书 看够了言行不一致的伪君子 可是 那又是多么地自自然然 心甘情愿 不知不觉 当 山川壮丽 物产丰龙 这条歌在结束的那一煞间 火放出来的时候 火 也是我 站了起来 不能鼓掌了 真的 再不能拍手 如果抑制这种个性 如我不要出声 自己才是无耻的伪君子 只因为没有诚实的勇气 尖叫起来 狂叫起来 喊出心里压不下去的兴奋 喊出悲喜交织的那股狂流 喊呀 喊呀 喊吧 管他去死 管他别的人如何当你疯子 管他什么鬼 要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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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门万岁 陈达万岁 阿民万岁 观众万岁 最后 狂人一般的 就是一个疯子 喊出了 中国万岁 热血奔腾热泪狂泻好家伙 我要你这个样子 坐在旁边的金灵女中的孩子 递过来一条手帕 左边穿工装裤的另一个女孩 推我的肩 挨叫着 三毛不要叫了 不要叫了 不要了 求求你 他也哭了 又叫 三毛说的 云门万岁 中国万岁 万岁 万岁 人 散了 郑佩佩经过我 叫了一声 三毛 我 对他笑笑 靠在椅子上 不能动弹 这一声 在众人当前 狂叫过两次 一次 是丈夫棺木上 被撒上第一把泥土的那一煞 第二次 在台北市中华体育馆 不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云门五集 这当然是情感的发泄 这也是热泪 这不是烂情 你当心 如果你这么说 我要打你 为什么这一阵来 心里那么饱满 为什么心里长满了想也不敢想的幸福 只因为刚刚从台南做了两场筋疲力尽的演讲回来 只因为我心爱的华岗孩子 男孩 女孩 在学期快要结束的前一阵 一针一针和力再逢一条花花绿绿的百纳背诵陈老师夏天的远行 只因六月一日的下午 自己将自己送到台北市师专赴晓五年一班 接受全体小朋友要求的访问 只因为生平第一次在小学生的面前讲过一次话 只因为看见长大了的小学生云门人 跳出了一个活活的中国 只因为自己十月还要再回来 这么多只因为 只因为 难道这个只 还不满 还不够多吗 够了 真的 够了 可以含笑而不死 到了台湾来定居 手指斑推之之破 要留后世好议论 不知后世心何样 地方开垦要给你石头大栗树又粗 只知血流腹血低 今日开垦后世福 阿公阿爸不识教 子孙日后好丰厚 云门五级台北市南京东路四段133向六弄2号六楼 电话 72139677122736 为加强对观众的服务 请您详细填满本卡各栏 并放置于售票处或寄回云门五级办事处 以便让您提早知晓云门最新讯息 填了 带回家来用心的看了填了 用心的看 看到了许多年前的阿民 看到了那个千年前的一个夜晚 看到了那个夜晚的一张一张急着弹 谈 谈 谈的脸孔 看到了阿民的家 许伯允 樊曼农 李太祥 陈学童 徐晋良 温龙信 看到了一个剪短发不大说话的女孩子 听见她大声说了道场的唯一的话 这么无聊的谈个鬼 不如回家睡觉 明天清早骑脚踏车去打网球 看到她走了 一走走到撒哈拉沙漠去 看到了当年和现在 看见了金河西 看到了山川壮丽 物产丰龙 也看到了汉声杂志的那个五美云 听见她对我说 我不走 爱死这片土地 看到阿民在当年的美国新闻处的第一次讲演 看到了云门的成立 看到董阳兹的字 看到洪通 无礼玉歌 杨丽花 史燕文 朱鸣 看到红豆爆冰 弹珠汽水 青草茶缸 青草茶缸 柯兹面线 还有 那个唱客家商歌 口口口声声声换心肝的少年郎 又看到飞野四拉过的画面 看到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 高雄加工区 国际艺术节 手拉着手的男女高中生 阿公阿婆一同游香港 看到学校训导主任笑着开武的舞会 看到台南是满墙满城的儿童话 当然 也不是示弱的人 也不是只看到了这一个角度 可是从云门的大结合里 看到的偏偏是这些 同样有泪 那不是愤怒失望的泪水 看到瓦当年的每一个老朋友 从此再不相聚夜谈 总是匆匆擦肩而过 交握一下手 一个几秒钟的拥抱 都是奢侈了 当年谈够了的我们 都在做呀做呀做呀 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谈话 感想与意见 云门五级请人填卡片的最后一栏 那么一点点空白留给感想与意见 云门 云门 我不能长话短说 只因为 是你们 是六月二日的你们 使人看见的不止是那一条中场时 滑一下拉到观众席上来的 那条写红色的长袋子 不是完全不懂 不是完全不懂艺术评论必须的眼光 学养和敏锐 可是 不要分析 就要杂七杂八的东扯西说 无话不谈 说 说给你云门听 说我看见听见了那么多不属于舞台而有舞台延伸给我的今夜 让我告诉你 让我告诉你 这不是习惯性的爱国 只因我是中国人 让我告诉你 如果我是一个西班牙人 一样为这样的一群人而疯狂 一样热泪奔流的狂叫 万岁 管他是哪一国人呢 管我是哪国人呢 一样爱这个看似杂乱无章 其实也是杂乱无章 而又有道有理 有血有肉的土地 他的名字叫做中国 当心 如果你说你不爱中国 管你是美国人 我要打你 在台湾 我也知道 自己是不美丽的 因为美丽的女人 随她是不是寡妇 也会有人追求的 对不对 那么多的来信呢 小山一般从报馆 杂志 学校 直接寄来家里 间接送去父亲办公室里的一封又一封来信 那么多呀 为什么只叫一个人去演讲而不给他一个单纯的约会 是人 一个女人 请我去看一场电影吧 告诉一个人 除了知道文章 除了知道文章和讲演以外 有时候 她也想做一个女人 被人邀请一声你是美丽的 请你答应我一场约会 算作对你的赞美吧 虽然 你知道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无法答应你 可是 在我的心里 会感激的 感激你也了解 我想做一次女人 6月4日的日历上 这么写着 和建国中学孩子一同买团体票 再去看一次新传 是这么写的 美丽的一天 不会忘记它 因为 有一个17岁的男小孩 在买票的时候 想到了一个期划的名字 约他和另外19个小孩子一同去看云门 那是我在台湾的第一次华丽的约会 虽然 孩子口中所喊的是三毛姐姐 谢谢你们 建国中学的孩子 谢谢你们 我也晓得 你邻家一女中的孩子个个都美丽 可是你们约了一个不美而又早生华发的陈姐姐 又多么了解这个陈姐姐 带她进云门 这么聪明的孩子 有一天 愿意我的侄女儿们 会做你们当中一两个人的妻子 别忘了 在云门20周年的时候 约他们去看不死的云门 那样 做姑姑的 追打着人也要他们嫁给你 又去了 又去了 又没有时间吃一天唯一的那一顿饭 又去了中华体育馆 看不厌的云门哪 声音是哑的 因为6月2日的发疯叫喊 声音是哑的 因为6月3日在海洋学院讲中国和新传的美 声音是哑的 打着手势指指自己的喉咙笑笑的在药房买喉片 哑得真高兴的那种哑哑 跟自己说 这是第二次入场了 狂热过了 一声叫喊两次也够了 不要再叫了 不要再哑 不要跟自己说 有救了 就是这样的方式 不道学 不口号 不教条 不僵话 不狭窄 不迂腐 有的是打拼 努力 又游戏又工作 又痴迷又认真的一群群好家伙 不要再跟自己喃喃自语了 冷静的看第二次新传给自己一百分钟别人在台上而我在台下的奢侈的休息 分析分析他们的组合 一场一场冷冷静静的看 不要再叫了 在散场的时候 可是去之前 又发了疯 打电话去皇冠杂志社 喂 弟弟 我是三毛 请问琼瑶拍片子时候导演用的喇叭还在不在 说一时找不到了 挂下电话 心里一阵欢喜笑了 爱 恋爱中的女人 还没开场 年轻人挤过来要求签名 低着头 在膝盖上签 女孩子大喜道谢 接过去一看 愣住了 上面签的是林怀民 愣过之后又是更大的大喜 笑得跌跌撞撞的走掉 本来想签全部中国人的名字 其实也签了 又弹起来了 思想起 我 思想起那个几乎可以算是饿死的国宝 陈达先生 旁边建国中学的男小孩 在黑暗中递过来一条手帕 唐山 渡海 拓荒 耕种 节庆 皇字的国旗歌 晚安节目单上这么写着 晚什么安 点起的心火 心不传 晚不安 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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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看了自己 看了你们 晚不能安啊 不能叫了 身体很不好 老毛病又发了 一叫要大出血的 不要叫 不要叫 鼓掌就够了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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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在那里叫 是谁在第一区第四排狂叫 是谁在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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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万岁万岁 叫到眼里的水 身体里的血都流了出来 叫到不知道那是什么 沙哑的声音加在如雷的掌声里 而不知舞台上的人听不见 可不只是 只是为了云门在叫 可是又为了什么在叫 那一个被唤醒的灵魂呢 如果你问我 你旅行用的是哪一本护照 我要打你 这就是我的爱情对中国的 管你护照上讲什么 就是爱死这片土地和人 当然 也爱西班牙 也为他血泪交融的狂叫过一次 在生离死别的时候 公公静静的写了一张宣纸表好的牌子 拿到云门五纸 拿到云门五级的办事出去 白纸黑字不够 四周给涂了红红的颜色在金边的里面 等电梯上六楼的时间 来了一个牙齿十分艺术的女孩子 也是西方人常说的有艺术骨 那句话未到的女孩子 我们对视一笑 上楼的人有好多个 她是上云门的 错不了 问她 你晚上在跳 她又笑笑 点点头 那快用心写的意见和感想 交给了她用双手 同时 很想向她居一个宫 那时候 电梯的门关上了 不用再上去 我的心 已经交给了一个她方 他们很累 我们去后台 再看一眼 不要签名 就走 给他们休息 带着两个男孩子挤进后台 看见脸上有着油彩的一个男舞者 很想抱抱她 却只拉住了她的手 笑了一笑 跨过两个直挺挺死人一样 闭着眼睛平躺在地板上的女舞者 走向阿民 看那两个男孩子握了一握她的手 我说 走吧 给她们休息 明晚还有一场 再跨过那两个闭目不动的女舞者 知道她们是死了 活活累死的 这种累 我也明白 很明白落幕之后 才倒下来的累死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明晚她们会复活 会有白马王子名叫一片土地 骑马来 给她们轻轻一吻 就会醒的 心静而火转 不灭的是火 燃烧的是柴 柴是你 柴是我 柴是 请你用心细细听 听 是谁又在唱 过来台湾要经营 要似子孙底杜妇 他日长大要报答 双手挖土来耕田 子孙乃无用双手 倒米番薯要收成 做人莫要望源头 阿公阿爸底人情 拨田一驱收三豆 拔土使你其长大